謝謝一下那個Frank 請他 就是 感謝他的邀請 我今天才會來這邊跟大家講一口細茶這樣 那 呃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對於說在這邊分享是有點 其實有點慘愧的事情 因為當初 其實我也算是走錯路才會跑到天 這一塊 對 他 我的人生也是 當然是一直在走錯路之類 因為像我之前 我在念之前的大曲 我念到不是很滿意 我進到 都已經到醫院去實習了 大肆了 我才從醫院離開 對 都已經要四下準備要拿畢證書 可是我覺得就是 我不想怎麼樣 然後最後換來重 重跑之後 然後跑過來 可是 中間至少 因為 要怎麼說 至少啦 在這段期間 天文都是陪著我一直走的一條路 我還記得說 我休學離開台北的時候 那天我 就是 房間關完 然後我要回家去的時候 我要回去那邊辦手續的時候 我看到外面剛好月亮 然後就想起來說 至少我還是 就是 很喜歡這些東西 很理所當然這些東西 天文對我來說是很理所當然的東西 我也覺得說 欸 為什麼 就是看到那種 一些像英文知識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要太驚訝 那些東西就存在我們周邊 它是宇宙的 它就是整個宇宙的樣貌 那我覺得 我們其實也沒什麼必要去驚訝這些事情 頂多就是覺得 哇好大 哇好 amazing 這樣 那那天我是跟 那我記得那是個上學院 我是跟那個上學院說 十年後我要變成有用的人 然後就搭車下去了 當然 那事情過了 大概過 不會過什麼 七年 六七年 那我後來就是 從考完之後變成 導致說就是 我比同班的同學還要大個六歲 然後我重新回來 然後繼續變成 呃 講難題就是 重回屁孩生活 因為原本我的 一些親國好友什麼之類的 那親國好友就是 我跟我同年紀的一些朋友 以前的老同學什麼的 現在 有的已經都結婚啦 那 有的 也在工作之類的 那 只有我還是開開心的這邊 當大學屁孩這樣 對 那不過至少啦 我是很滿意說現在的生活 但是也快要結束 因為我接下來明年二月我要去跑上 對 那我希望呢就是 跑船能跑多久 跑多久 那我希望用 賺到這筆財富 看 後來能不能去蓋個自己的 什麼天文台 小小的那種 就是找點東西這樣 就是 貢獻一些觀測數據啦 對 因為 像我當初 其實 要說 對天文產生興趣那個出眾 其實是蠻好笑的 就是 以前像我們家有買一些那種 就是客戶書記什麼之類 我看你剛才覺得 怎麼就這樣 也沒什麼感覺 然後直到是有一天 這點真的感覺 因為我媽媽騎的機車載我回家之後 那天她就唸過我的舞蹈戲 我為什麼不想聽她講話 她就哭不爽 她就捏我大腿 她捏我大腿完之後 我就不想看前面了 我說過大腿 一別開之後 不別 不別開 還沒關係 一別開之後 我看到了一個東西 我發現北斗騎興館那邊 我第一次在都市裡面認出東西出來 那時候我才覺得 其實那種東西那麼理所當然 就在那邊 那像我自己本身是 我也是有在拍東西 其實就轉捷 那 像我常 我最近比較常拍是飛機 雖然我自己也會在拍電影之類 拍天上的東西 那很不好意思說 因為今天 原本是有想要準備 因為怕我會很怪修圖 結果 我在過來的途中的時候 把 那個什麼 那個 我常拍飛機的時候 我在比較常去的是小港 不好意思我可以提一下 那 我在小港那邊的時候 像我夏天去拍 我最常在那邊北圍牆那邊 我在北圍牆拍的時候 我發現說就是夏天的時候拍 欸飛機是很漂亮 因為 那個時候太陽光是從北方照過來 可是都冬天了 像我過了 像我前陣子 上個月的時候 我又可去一趟 那我就發現這件事情是 因為太陽光是到哪邊過啊 然後我往上再繼續在北圍牆拍的話 飛機就背光 對 那我那時候也注意到說 其實我自己都是 對這種東西有SETS的人 然後都還會犯這樣的錯誤 我想說 就是 也不能說多嚴重問題 但其實當下我是覺得開心 因為我發現說 欸 我又可以從一個地方去看到說 其實天文就在我的旁邊 所以它其實對我們的影響 就例如說像 白天 夏天的時候大家可以晚久一點回去 出去玩的時候 還不會說又天空 那麼快天黑 那冬天的時候就 比較麻煩 那 嗯 我第一個 第一條走錯的路是 走上天文社的路 那我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原本要選的是日文社 然後我們高中的社團 覺得這本還志願 那十幾年前的社 然後我就選 好日文社喜歡 那第二個我們還 天文我還滿 他喜歡嘛 結果日文社已經爆社了 所以我就被一志願丟到天文社去 然後誰知道 這一待 然後起來就覺得說 欸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在高雄那邊的 高中的天文社團 他們是有編合 然後會出去活動 然後出去活動的時候 覺得 其實這樣子感覺不錯 對 然後就是 慢慢一直去參與 然後自己接幹部的時候 當然是做七月八十五 和七八糟 還跟聖草這樣子 那 就是要卸任的時候 我們去接 就是 他搞 他那時候搞三子 我就跟他說 我這一年做得很差 他那時候講一句話 然後我就走上第二條 想做一次 他說你覺得做得差的話 就多回來幫忙 從此之後 我就開始回來幫忙 那 虧自己高中母校的社團去幫忙 除此之外 後來我發現自己興趣擴大 在大學的時候 也加入相關社團 就是 一樣是加天文社 然後 會開始去跟其他的 天文人交流 去跟其他學校交流 然後我發現說 就是 欸 到處去交流 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 我自己才有 更多的東西可以講 對 我個人是很喜歡聽故事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去講故事 那 我會習慣說 就是因為這種東西 它有很多知識來講 是比較理論的 比較深奧的 那 像我自己的背景 我學的都不是他們本學課的東西 不是天文 不是物理相關的東西 我要走到很深是很困難 那如果說我至少懂一些些 相關的東西的話 我比較好在幫人家 就是其他的人覺得 他如果覺得那個東西太深啊 完全不想理解的話 中間如果沒人幫他串起來的話 沒人幫他產生進去的話 他可能對這個東西有放棄 但是他如果放棄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都有順理成章的東西 可是他卻覺得說 這個東西好難 那東西跟他沒有關係 那我是覺得是蠻可惜的 所以我會希望就是 自己開眼能不能夠去 從自己身邊來開始影響 像我跟家裡人出去散步的時候 看到月亮的時候 如果那天滿月的話 我會指著那個兔子的頭 對不起我就是那個兔子 沒有帶來 然後那滿月上面 有人看起來 就覺得像兔子比較不容易 那 像兔子那種 通常Google的話 譬如說 Google月兔或什麼之類的 通常是可以找到東西 那兔子的頭部 那個地方是 阿姆斯龍他登陸月球的地方 那時候我跟他們講說 那是以前人類登陸月球的地方 那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有人可能會懷疑 有人可能會懷疑 有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 就是他隨便講講 我們也隨便信實這樣 對 那 當然我覺得說 在走 像我們希望可以把社團拿去做 真正做一點事情 不單只是做一個的交流空間這樣 也希望可以做克服的推手這樣的行為 那 這個時候就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說 他們 就可能不大相信我們所說的 那 甚至有些時候會碰到一個挑戰就是 因為像高雄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有回去 他們聽我學會 把你直接路邊點我學活動 就是在路邊直接加光暖鏡 放一點掛著 然後開始就跟你 欸 天上有什麼給你看什麼 然後 有什麼姿勢就給你點 當然那個過程很多人就是看到 那邊有個東西過來好奇 欣賞一下 他不一定會產生什麼感受 可是 他有些人會願意停下來跟我們聊天 那聊天的時候 他就可以 跟我們分享更多東西 例如說他覺得 欸 什麼外星人的事情啊 他看到什麼東西 他不懂的事情 甚至我以前在 在路邊天文學的時候背一個 一個 一個阿桑 他就會問我說 那個 聽說我們地球在 繞太陽轉速度很快 他是有多快 我們這時候就真的 當場要算給他看 就幾個朋友在一起 然後就有人在計算機 按計算機 然後跟他講差不多多快 如果現在也是可以 不過我現在沒有背那個數據 我背的數據啦 通常就是 這樣子觀念去推 那 就是記一些比較關鍵性的數據 在想 例如說 我們去想說 通常我們記得這樣 例如說光跑多久 然後到地球 然後我們用這些東西 可以去 我們就知道說 欸 算是 我們算是算那個圓周嗎 算地球 假定地球是 到繞太陽的 是跑一個 我們假定它是一個圓的話 我們去算那個周長 然後它花多少時間 跑完 這樣就知道它多快 那我們可以知道 那個圓周的話算吧 就是 然後我們就知道 欸 有半斤出來啦 逛跑過來的距離 那我們再去承就好了 然後這些東西都乘一乘 加減乘一下 只是 就現場出來之後 運算比較煩雜 主要是我們會希望就是 讓大家去了解說 觀念性的東西 那 這是說故事的部分 那 除了說故事之外 另外有些時候就是 跟 總是跟別人講的 自己要享受一下 那我自己很喜歡 是天文攝影 這種東西叫打獵 有些時候就是東西 一方的車就跑出去 像 之前那個 有來分享它去 非洲那個貝貝 有一次我要出團之前 它的時候也要跟 然後我就好 結果我們 我們就 我那天跑去台二線上 那個大B位那邊 台二線83公里 我不知道我繼承79公里 我一直跟他基隆鴨講 結果他找我40分鐘走不到 那還好是沒有出什麼事情 不過那天就是 我們在 呃 我們是去看一個會心 然後我們 嗯 也沒有什麼外景 我們是用自己的相機 那想辦法也把它拍出來 那看就是一個點點 然後用點點尾巴 這樣 這樣看我們其實也蠻高興的 因為至少 我們覺得是看到一個東西這樣 請問我還可以用多餘時間嗎 可以 可以啊 如果可以喔 那 那我其實也可以不用想太 那還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例如說 像 其實那天出事的時候 其實那個 那天 那個晚上的天亮 那是一個週日 那天亮之後就是啟動到 只是去年的時候事情 那我想說就是 呃 其中考我是要念書 還是我要去看會心 我後來想個東西 我看一看那顆會心 他說要是 長寬高之類的東西 就是 差不多都是幾公里幾公里幾公里 那我算起來覺得 哇這個體積還蠻大的 那我想一想 地球上有多少人工 70多億 每一個人算得 譬如給他有多少的體積 湊起來 好像打繩子之後 好像還沒有一個會心大 那其中考是人類事情 會心是宇宙的事情 我理人類事情幹什麼 就跑去看會心 還好是有過 放生了其中考之後 還好 還好 是刻意還是還有苦到 至少我平常沒有說太過理 只是就 然後 有些時候就比較 非情忘詞的花那些時間在上面 甚至有段時間 我自己在後製影像 就是處理天文色的影像的時候 花的時間 玩Photoshop的時間 還比去學校上課的時間多 有些時候還會直接 把電腦帶去學校弄影像 就有點中毒 不過 我也會希望說就是 社團的學弟妹他們 可以在這方面找到自己的樂趣 不像我們自己玩得出自己的樂趣 那他們不一定要玩一下我們這種瘋狂 可是 那像留一些人就會講說 就是阿 那你都已經畢業十幾年之類的 不是畢業十幾年 應該說 你的年紀都這麼大了 那 學生社團的事情 你總該要放手 我是覺得 確實是應該要放手 因為大樹 大樹不倒的話 你小樹不會走斷下來 大樹都把小樹的光給擋掉了 可是 至少我們要放手之間 我們希望 小朋友他們至少 社團裡面該有資源 他們要可以 至少要學會 至少要怎麼利用 讓他們這個平台 才可以經營下去 那不然如果說 就是他們進來的時候 一起還不大會用 那學弟妹在問 新的學弟妹在問 他們不大會的時候 就好像 去個餐廳吃飯的時候 那個雙齊零劑前面 那你說小姐這個雙齊零劑怎麼用 他說對不起這個我不會 那感覺 那已經不是掉漆 那會想像不信任的感覺 是 阿當然我是覺得說 就是透過社團 跟大家串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維持這個感覺 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 當然也希望說 跟大家開開心心的 也把這樣的情形 奮爭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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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